欢迎收看凤凰卫视每周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话题栏目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皇家医学美容中心的院长 曾治医学博士我们要和曾医师一起来讨论的是关于非手术的美容的新技术 曾医师您好 欢迎您来到节目当中 是的 曾医师您看随着这个科技的日新月异 那人们对于这个美容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 但是虽然我们可以动手术来开刀来改变自己一些面部的下垂 或者是面部衰老的症状 但是这个手术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还有一些并发症什么的 而且这个手术的话往往会牵扯到一个昂贵的费用 那么我就想请教您一下 您看您有没有一些什么样不开刀就可以达到面部改善的这样一种方法呢 就像我们在曾经的节目当中谈到过的一些这个法令文啊 木偶文这些问题的改善 请教您一下 好 没问题 我觉得你刚才说了一句日新月异这句话一点不错 从第一次那个那个面部手术提升 是1901年 现在150多年 那么到那个70年代70年以后才有真正的那个链部拉皮 包括筋膜拉皮 这是手术 那非手术的话可能最早的是10年左右 那么最近最新的这些仪器呢 只有几年的时间 所以这个发展非常快 那么我想讲一下就是说非手术的话 有很多仪器现在 而且我总统会介绍一些比较好的仪器 那么开始呢 就是10年前 可能你说那个时候是我们叫二氧化碳分段雷射 我们叫Smart Site Cell 2或者打雷射 有很多名字了 那basically它就是用打孔的方式 就是说这一块皮肤我打孔 打多少孔 这个孔的面积深度我都可以控制 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那这样打完以后呢 它那个打掉的皮肤是25%到30% 也就是说你的皮肤会收紧百分之 少掉20%到30% 这样重新长回来的话 有表皮的大概一个毫米这样深的收紧 这个的话对细周纹比较好 OK 那么刚才我们有提到就是说 那个整个脸垮下来了 中脸下脸垮下来 有法令纹 有那个木线 那么这个仪器是不够的 因为一个毫米太薄 太浅 就是你要把整个脸提起来的话都不行了 那么后来又有那个电波拉皮 那么电波拉皮呢 它是整个就是说 一般比如说比较典型的 就是我们讲Smart 热麻鸡 中文叫热麻鸡 那它是一个单级的 从皮肤这儿进去 从背上一个级出来 那么它加热的那个范围的话比较宽 没有什么选择性 而且的话温度不好控制 往往呢我们看到客人的话 可以就是把脂肪给溶掉了 最后反而还松了 OK 这个也不是一个很理想的东西 那后来又发展多级的那个电波拉皮 多几电波拉皮比较比较浅 也效果不正好 反正没有很多选择性 那么现在呢 最近几年呢 有一个新的那个东西 是一个New Kids on the Block 那这个东西呢 它是用超声波来定位 定深度 而且是当场看到那个达到什么部位 然后用那个深的能量 巨能到一点 这一点的话是0.5到一个毫米 这样大一点一点的东西 定位以后呢 它就使得在皮下可以调到1.5毫米 到4.5毫米 这样一个很深的范围 去做一个拉皮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达到一个深度 有的人叫筋末拉皮 因为它已经比较深了 4.5的话很深 那么它可以看到8个毫米这样远 这样深 它是当场就是用超音波可以看到 在下面有没有重要的structure 比如说血管 这些神经可以避免 OK 那么所以说是一个很安全的东西 所以这个的话 它达到的效果 我觉得比前面 所有的这些仪器都好 那么前几天做出来的这个东西 叫therapy therapy前几天做出来比较痛 那么新的这一款 他们把那个 就是我们叫热点的范围 就是变得更小一点点 那么它打一次 大概有20个热点 OK 那一个只有0.5到0.1毫米 就是跟那个鼻 鼻尖这么大一个东西 这样一个点放在下面 这样的话就是也不会痛 而且它对皮肤没有任何神话 因为它是声音 进入比较深层 这样达到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好 这个应该算是治疗 这个面部松弛 这些状况出现的时候 最新的一个技术了 对 这个时候最新的而且很安全 它有几个特点 我给你讲一下 第一个我刚才讲 它的范围是1.5到4.5 这样一个范围 它有不同层次都可以收缩 这个是第一个 它可以看到八个毫米 而且就是说它一次的话 在全年可以打1.5个热点 它叫TCP point 热点 打完以后 就是达到一个收缩的目的 那么第二个 它非常准和安全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它是声音 声音的话 它只是聚焦的时候 聚焦到打的那个地方 有热点 但是在外面 这个皮肤和这个没有聚焦的地方 完全没有影响 还有一个就是 它是当场看到的 现场用超声波 看到你下面在哪里 然后它把那个点放到下面 打那个地方 这样的话 达到最好的效果 是非常安全的 这个电波拉皮 可能很多人 其实也曾经做过 就是您刚刚提到的 这个热码极 现在亚洲地区 也是蛮流行的 其实是很痛的 做这个之前 好像是要打码最真的 因为特别的疼 那么我想您提到的 这个新的技术 肯定在这个 考虑到这方面 也就是说怎么样 减低这个病人的 这个痛苦方面 可能也是进行了 很大的研究了 那我想您看看 在手术之后 就是我们提到 其实这也不能算是一个手术 它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 算是一个 procedure 那么在进行这个之后呢 患者应该特别的注意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那一般说 我们讲打完以后呢 它有几个face 第一个 第一期呢 我们叫 那个inflammatory face 就是说一个 烟症反应器 因为打完的点的话 它这些 那个温度 到60度到70度 这样一个温度 那么它会慢慢慢慢融掉 被身体吸收掉 那么第二个face呢 就是那个胶原蛋白生长 OK 胶原蛋白开始生长 在deposit的那个地方 第三个face呢 就是叫remodeling 就是重新修复 记忆一步生长 然后大概是三个月的时间 三个月时间 90天左右 那我们看它最后 最好的结果 其实当时 这应该也有效果 因为它 那个热点以后 它当时就有收紧的作用 所以说一般是90天一个 那个 疗程的话 是一年打一次 一般我们这样建议 听起来这也是一个非常 便捷 比较有效的一种 面部提升紧实的 这样一种方法 那当然我知道 这个美容的新科技 远远还不止这一些 不过呢 我们现在要休息一下 这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继续来请教 曾志仪是关于这些 新科技方面的问题 我们广告之后见 好 欢迎您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凤凰卫视美洲台 为您播出的 《甜点话题》栏目 节目当中为您请到的 嘉宾是来自 皇家医学美容中心的 院长曾志医学博士 我们和曾医师 刚刚讨论了 关于这个面部提升的 一种新的仪器和新的技术 那曾医师 我知道您前段时间 刚刚去参加了 这个世界干细胞峰会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您参加这个活动以后 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感受 要跟大家分享吗 好 那么可能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为什么要去参加 那个干细胞峰会 跟美容有什么关系 或者跟其他健康 有什么关系 其实关系挺大的 那我因为我的 背景也有 就是research genetics molecular biology之类的东西 那么生物工程 我都很熟悉 那么这个峰会 我去的主要目的 我只想看就是说 目前就是说 我们干细胞和 跟干细胞有关的生物科技 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就是有什么新的东西 那么我非常非常高兴 就是回来 把这个给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在这儿时间 其实是不够的 我主要是把 我感兴趣的 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传统的讲的话 我们就是说干细胞呢 就是分两类 这个我以前 有在电视台上讲过 那么胚胎干细胞 跟承认干细胞 那么今天主要是讲 承认干细胞 承认干细胞呢 就是说我们那个 第一个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我们自己的干细胞 拿来做 做了以后 给自己用 那承认干细胞呢 传统就是说 你期待血 对吧 你出生的时候 就给你存起来了 那么有的人是换牙的时候 把牙根存起来 这些很多干细胞 那么以免 就是说如果今后需要用的话 就可以把它拿出来 那个存到银行里面 拿出来 然后来做疾病的治疗 但现在呢 因为绝大多数人都 已经成人了 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个机会了 怎么办 OK 那还有骨髓干细胞 骨髓干细胞的话 抽起来很痛 而且很少一点点 现在目前还不能放大 在美国 那个regulation 还不能放大 所以抽出来的干细胞 很少一点点 没办法用 所以说 那么最近呢 就是发现 就是我们的脂肪 因为美国到处都在说 肥胖脂肪 掉脂肪 掉脂肪 一天到晚都强调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的脂肪里面 你知道的话 有很多很多干细胞 比我们的骨髓里面 要多一千倍的干细胞 所以说 以前我们抽脂啊 这些 抽完以后把它扔掉 就是觉得 觉得就很舒服 现在 我去那个 前任的那个 那个外科 那个整容外科协会的 那个人 他说他现在 觉得每一次 把那个脂肪抽掉 扔掉 他觉得很可惜 他说这里面 这么多干细胞 就说我们可以在 可以说 就是用 五个毫升 我们都抽 上百万的干细胞出来 OK 那么50毫升也是很少一点点 我们叫一个 Mini Lipo 就是一个很小的抽脂 用空针都可以抽的 这样抽出来 可以用一个比较快的一套仪器 我们把它分离出来 只需要45分钟 可以拿一千万个干细胞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OK 那么很多人要问 拿干细胞来干什么 对 没错 用途 用途是干什么 那么其实很有用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用途 第一个用途 那我现在在讲美容 所以说可以拿来做美容 做美容 我们有活的干细胞来植入 来做填充 好不好 那么虽然这个 活的干细胞本身不是很多 OK 就是体积不多 但是数量已经是上千万了 但是我们可以做什么 可以把它拿出来以后 把它激活以后 跟你自己的脂肪混在一起 然后再输入你药的地方 这样可以吧 你50毫升脂肪 全脸都够了 全脸都够了 填充的话 就很少一点 那么这个跟脂肪移植也不一样 因为脂肪移植的话 虽然干细胞在里面 但是完全没有被激活 它是一个sleeping cell 你把它从A1到B 它还是一个干细胞 没动 但是我们把它分离出来以后 激活 然后通过生长因子 注射进去 然后再放到我们需要的地方的话 它可以变成脂肪细胞 纤维细胞 产生胶原蛋白 也可以变成皮肤细胞 可以变成很多很多细胞 那这样的话 就是达到一个美容的目的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我们特别是在亚洲 比较流行的 就是做亚健康 所谓亚健康 就是我们把干细胞 提出来以后 我们通过一个IV静脉的方式 给它输回去 当然就是在这个东西 我们也有激活干细胞 激活干细胞 然后把它输回去 输回去以后 有什么作用呢 那么因为人体 比如说你多多少少 你虽然没有什么大病 但是有疲劳过度 有的人性功能减退 或者是神经衰退 各方面身体不太适应 它是一个干细胞的话 它是到哪里 到哪个环境 它就会变成什么细胞 去代替你已经损伤的细胞 那么这个是比较popular 叫亚健康治疗 还有一个就是真正的治疗 其实干细胞 我们从脂肪提出来的干细胞 跟脂肪没有多大关系 但是它是储存在脂肪里面的 那么这一类细胞 我们叫尖质细胞 尖质干细胞 这些细胞 它可以现在都知道 就是我可以治六 potential 可以治六十几种疾病 很多疾病 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肺气肿 心脏 肌肉伤害 或者是关节炎 要患关节的 短骨这些 然后自闭症 alzheimer 老人痴呆 还有黄斑变性 眼睛问题 就是说很多很多这些疾病 有六十几种疾病 而且都是没办法治疗的疾病 它可以有很多很好的例子 甚至于就是说恢复 还有我们脊椎神伤 很多car accident以后 脊椎瘫痪这些都可以治疗 所以它是很多很多疾病 那你说我现在这些疾病都没有 怎么办 banking 把它存起来 OK 那么我们刚才讲 你脊带血有没有存到 花牙有没有存到 那你现在可以存 因为干细胞在我们身体里 越来越少 随着年龄的增长 它会越来越少 所以早点把它存起来 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 那么我知道在美国的话 也有好几家 那个存脂肪T的干细胞的银行 那么不是很多地方都存这个东西 很多地方只存那个 比较期待血压这些东西 那么所以说这个的话 potential我们一存 花不了多少钱 但是我们一存成了25年左右 在过去的25 今后的25年 你可能生什么病 有可能用得上 所以说这个三个用途 美容 亚健康 或者是治病 把它存起来 这三个用途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其实干细胞这个概念 也是一直以来 被大家经常提及的一个概念 那么听完这个 曾医师的分析 大家都知道 原来干细胞 它的应用可以如此的广泛 不光是用在美容上 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 这个医学上的用途 都是相当的广泛 所以说如果有机会 有可能的话 就像曾医师提到的 也许去存一点干细胞 哪一天可能就会用上了 对啊 好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请到这个 来自皇家医学美容中心的院长 曾治医学博士 来到节目当中 给大家讨论一些 关于这个美容的新科技 新技术 还有这个干细胞的应用 方面的问题 也非常感谢我们电视机前的 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凤卫视